歡迎大家來到私家大戰FamilyFeel 今晚請到通靈之王 有梁思浩和他的通靈Family 他對家就有聲聲相識 有家庭觀眾容小敏 和他一幫玩故隱式回來的 美聲Family 現在有請 是人是鬼都不想採取的 節目主持人,李思智 歡迎大家收看私家大戰 我們的主持人,李思智 我要天后,我要Ming Ming 好,我們問了一百個人 有五個最多人答的答案 說一個看死李思智 最長只有兩、三寸的身體部位 你又不用拍得那麼快 天后,你說 手指 差不多了,手指 玩還是不玩? 玩… 他們說玩,好 腐鹿大師 是 看死李思智 最長只有兩、三寸的身體部位 鼻哥 短了鼻 鼻哥 Kathy,看死李思智 最多只有兩、三寸的身體部位 頭髮 對,剪短了 好,看我沒有頭髮 Gillian 是 說一個看死李思智 最多只有兩、三寸的身體部位 我可以在電視上說嗎 可以 可以嗎?好 Tinis Tinis 你們拍甚麼手 你們拍甚麼手 我拍甚麼 一定有 你怎知道我的尾巴不夠兩、三寸 我拍甚麼 你又知道 大招開嗎 你快鼓吧,你大招 糟了,你們都認同了,是嗎 叮咚 男人最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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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答我 男人最痛 糟糕 剛才我說了一個看死李思智 最長只有兩、三寸的身體部位 一條舌頭 舌頭 天后,看看你能否清晰到板 說一個看死李思智 最長只有兩、三寸的身體部位 唐眉 看你能否清晰到板 唐眉 對 好,扶鹿大師 危險了,答錯的話 對家有一次補答的機會 說一個看死李思智 最多只有兩、三寸的身體部位 腳趾 腳趾兩、三寸,會嚇死人的 看看腐乳大師 能否清晰到板 腳趾 雄靈之王,97 星星相識,85